Hello 大家好 我是凯奇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期特别节目 那么主要的原因是我刚刚收到了 乐高在2021年6月份最新发行的 哈里波特联名的魔法棋 就是这个 那么我刚刚把它拼完 所以趁着热乎劲给大家讲讲这个棋 以及电影关于国际象棋之后背后的故事 那么我收到了乐高的叫做巫师棋 还是挺开心的 然后大概花了两三个小时 然后就把它给拼完了 那么不是很难 一共是876个pieces 然后把它连成一起 最后就拼成了像我们现在图片上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棋 那么总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这次乐高也是诚意十足 那么具体的细节打造的也是非常棒的 那么我自己称不上是一个哈里波特迷了 虽然那么哈里波特的所有电影我都看过 然后但是原著的话 实际上我只在16-17岁的时候 买过一本中文翻译版本的哈里波特的最后一本书 好像是《哈里波特与死圣》 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我16-17岁在北京买的这本书 那本书的价格是58块钱 着实让我肉疼了一把 那么当时的话 大部分的书籍可能也就是20多块钱 贵一点的30多块钱 然后哈里波特的这本书 《死圣》刚出的时候58块钱 那也是当时对我来说还是挺贵的一本书了 那么后来去英国旅游 然后去了苏格兰 然后在苏格兰的爱丁堡 那么专门还去了 J.K.罗林写作的这个地方 就大象咖啡馆 但是那天正在下雨 我就远远的在街对面看了一眼 那么也没有进去 主要原因就是我也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哈里波特迷了 更多的就是一个跟风 那么这次主要是有一个国际象棋在里面 所以我还是第一时间 然后就preorder 然后把它买回来 然后拼了一下 感觉还是挺有乐趣的 那么现在我们主要就来说一说电影当中的这一幕 那么在这个电影当中就是哈里波特与魔法石的这一幕 然后三个小伙伴 那么哈里波特 然后罗恩 还有赫米 那么三个人等于说要闯关 要经过这个巫师棋的这个挑战 然后击败对方的巫师棋 才能够通过这个关卡 所以这三个小伙伴们 三个小伙伴们的互相合作 然后扮演了这个 分别扮演了不同的棋子 然后最后取得了胜利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电影当中借鉴的这样的一个对局的片段 那么在这个对局片段当中 那么三个小伙伴分别是哈里波特 然后扮演的这个象 在这个A3的位置上 现在 那么以及罗恩扮演的马 罗恩在这个G5的位置上 以及赫米在这个F8 他是一个车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安排他当车 那么他是一个车 所以哈里波特在A3 然后赫米在F8 以及罗恩在G5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轮到了对方走棋 白棋走 那么白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他走了后到第三 直接就把黑棋的第三兵给吃掉了 然后罗恩在G5 那么他实际上 等于说是整盘棋的指挥官了 他是这三个人当中的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国相担当 他指挥自己的这些棋子 然后他说Rook to C3 然后当然他是英国口音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那么他指挥这个车 就走到了C3 那么这是一部非常巧妙的一部汽车 主要就是为了腾格 腾出C5格 为这个A3项 也就是哈里波特 走到C5做准备 那么在车C3走完之后 白棋也就只能够后吃C3 否则的话 那么后走开的话 比如说你要是不吃的话 那么直接马H3就僵死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这个后R一下就把C3再给吃掉 然后罗恩在这的时候 那么牺牲了自己 然后获得了全局的胜利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罗恩走了马到H3 那么他扮演了一匹马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直接就把自己跳到了H3 那么sacrifice了 himself 也就是牺牲了他自己 那么在马H3之后 白棋只能后吃H3 这个后一点一点过来 大家如果感兴趣 可以看看那个电影的镜头 这个后当时特别紧张 一下过来把这个马给干碎了 后吃H3 然后罗恩直接就从马上掉下去了 然后在这的时候 哈里波特A3的像 然后本来是想要去探看一下 罗恩的情况 看看他有没有受伤 但是这个时候F8车的赫米说 别乱动 我们还在游戏当中 我们还在对局当中 你要乱动的话 我们罗恩就白白牺牲了 然后哈里波特在这接受提醒 才没有乱动 那么在这的时候 哈里波特把自己的像 走到了C5 说check 然后在这的时候 那么白棋直接就 电影当中 白棋直接就整个就输掉了 但实际上像C5 还不是一个checkmate 那么在这的时候 像C5将军的时候 白棋还可以再走一步 让自己的后走到E3去 然后像是E3 车和两只像配合 将死对方的王 那么这也是一个 非常构思巧妙的一个局面 那么但是实际上 比较好玩的一点是 罗恩在这个局面当中 马H3牺牲了自己 然后成全了队友 但实际上在这个局面当中 除了马H3之外 哈里波特也是可以牺牲自己的 在这个局面当中 他也可以先走到像C5去将军 那么在后吃C5之后 再走马H3 罗恩也可以将死对方 但是好吧 这就是主角光环吧 或者说罗恩为了全局 更有牺牲自己的精神 他让自己的 这个所控制的马走到了H3 然后后吃H3之后 向C5获得了这盘对局的胜利 那么这次的这个乐高的这个 这个乌诗奇还是 细节上诚意满满 我还特别注意到 大家可以看我的这个盒子 我还特别注意到呢 那最后他这个盒子 所摆的这个局面 那么就是一模一样的这个电影当中的国际象棋的对局的这个片段的局面 所以可以看出这一次这个乐高还是非常非常注重细节的 相比而言其他的一些影视剧让我看的就很扎心 经常这个有棋盘摆错了的右下角是什么黑格的 甚至还有这个王后摆错的就很低级的失误 那么所以我希望很多这个影视作品 或者是一些这个文学作品借鉴国际象棋的时候 最起码尊重一下这个国际象棋的规则 你找一个顾问好不好呢 那么之前这个大热的热门美剧 Queen's Gambit后裔器兵之所以他非常的火热 就是他国际象棋的细节非常的到位 所以让很多棋手们来说看的也是这个如痴如醉非常的好 那么顺便说一下这个局面的创作呢 是美国的international master国际大师 他的名字叫做Jeremy Thelman 那么他还写了很多的书 我这里面正好手边就有一本 那么就是这本书 那么这本书一共有528页 是一本残局大全了 可以说从初学者到这个大师级别的棋手 专家级别的棋手 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自己喜欢的 或者适合的残局的局面 那么相信对于这个刚康史入门的学习残局的同学来说 这本书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好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 谢谢大家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是凯吉 拜拜